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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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有不少年輕的中產都選擇移民 廣府為了填補人材的流失缺口 都積極地搶人材 除了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之外 亦都有高財通、優材、專財計劃等等 此消比獎之下 香港人口的結構都會有少少改變 對房屋的需求亦都有不同的情況出現 Jana 我知道你們中原移民 都有做一些港人移民海外的服務 亦都有一些內地移居香港的服務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兩地移民有甚麼特徵 又或者是他們房屋上有甚麼安排 我們可能緩顧一下數據 近幾年香港人移民去加拿大的數字 每年多了一兩萬 而移民美國人數很少 因為美國沒有特別優惠政策給香港 最主要是移民去英國 根據英國內政部的數據 已經超過18萬名香港人獲得批准 而英國的移民監是最嚴格的 要求以家庭做單位 即是不容許我們俗稱的太空人 你全家人移民去英國 大部份人會選擇在英國先租住樓 等到子女找到學校安頓好之後 才會決定是否在香港買樓 而剛才我們說過這一批的移民 大部份都是青年人或者是中產人士 他們大部份是需要出售在香港原有的自住物業 才有夠資金在英國買樓 所以我們相信對香港樓市 還會有一段長的時間有負面影響 但同一時間我們看回香港有很多人移入了 今年香港透過七項的人才計劃 是吸引超過10萬宗的批准 政府公佈應該是18萬宗申請 超過10萬宗已經批准 批准入面其中八成以上是中國內地人才 即是接近百萬個家庭 我們會想這批人今天香港還有甚麼可以吸引 內地人才來香港呢? 我們看最主要是教育資源 舉個例子香港每年有五萬個學生 但我們有五間世界一百強的大學 而中國大陸每年有1000萬個學生 只有九間世界一百強的大學 即是很簡單 你來到香港讀書 子女進入世界一百強的大學 機會率是多了100倍的 所以我們相信這一點會吸引到很多人才來香港 而最主要是香港的人才計劃 只要批准了之後 子女來到香港是即時可以香港讀書的 我們從幼稚園去到博士 在香港的所有讀書待遇和我們所有香港人是一樣的 我們會看只要有10% 真的會長期考慮香港讀書 已經是講一萬個家庭 應該會對香港的樓市會帶來一個很大的推升 我想問問問師生 一些流出,一些要流入 兩股力量較勁呢? 師生你怎樣判斷樓市走勢呢? 其實移民潮的出現,我自己印象中 疫情前已經開始了 所以它開始了之後 其實對樓價的影響 21年樓價還創新高 純粹有人移民是未足以對香港的樓價造成很大的影響 原因可能是香港的樓宇長期都供不應求 有些人走了,放一些樓出來 只是舒緩了供不應求的情況 就未有改變供不應求的情況 那麼現在你即使說有人移民有人走 你會看到租金是沒有那麼跌 租金其實還有上升的 租金上升你可以反映實際的供求 都不是供過於求的 如果供過於求 你是連租金都會跌的 現在只不過是一些原本是買樓自住的人 對投資前景有顧慮 轉了去租樓自住 所以有人走有人來 其實大家已經扯平了 加上原來供應量仍然低 我們一年現在都是萬多二萬個單位 如果上世紀八十年代 我們一年有三萬個新樓落成 實際上供應不太多 還有香港 現在雖然經濟的數字有些看來不太好 但是就業情況是相當不錯的 因為有人口流失 經濟不好 經濟不好 老闆都不可以選人工 選人工是沒有人幫你做 請不到人 所以中產的工作和收入還可以的情況下 現在是因為對前景的憂慮 不買樓而不是他實質 每月收入減少 負擔能力不夠 而是造成的樓價下跌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 暫時這個水平的流失 已經由 高財通、專財計劃 那些是填補了 最重要是香港 或者中國的整體經濟 恢復動力之後 大家順身回來之後 樓價才會好 純粹移民 我覺得破壞力 已經在市場反映了出來 其實我們中國人都很喜歡 同聲同氣 就說住在台北區 方便有個照應 就像北角區一樣 就像很多福建人 Jane 以你所接觸的一些 內地客人 又或者一些新香港人 他們在選樓的時候 會不會對地區有沒有特別的偏好呢 中國內地 現在跟香港概念 已經基本上就很少了 因為如果中國內地人士 40歲以下 很多連自己的香港話都覺得很差 如果對香港地區的選擇方面 我們看其實他沒有香港人那麼在意 因為他沒有歷史的記憶 我們記得山頂或跑馬地 哪裏是豪宅 哪裏是工業區 他們沒有歷史的記憶 但是有一件事 跟我們老香港人 最大的分別是甚麼呢 我們老香港人 一定以中環作為中心去看的 但是我們看新香港人的中心點是高鐵站 是機場 是深圳口岸 就我們的客人來說 他們會比較喜歡 可能是奧運站 荃灣西 屯門 大埔 沙田 多過我們傳統說的太古城 這一方面我們覺得地區性 就沒有香港人那麼在意 另外我們看 這批人來香港 人材計劃來香港有分兩批 一個真的來做事是年輕人 其實他們做幾年事就回到內地了 純粹來香港拿下國際企業的工作經驗 他們主要是會租樓 租樓很簡單 他們只是交通方便 首選一定是地鐵站 完善的大型屋苑 第二批就是家庭客 家庭客我們看就我們認識的 大部分都是為了子女讀書的 說白一句就是 哪間學校收了子女 他就搬去哪裡 我有個客人他的大女兒入了南區的英基 他就在深灣9號買了一層樓 後來小的兒子入了黑羅 他沒有辦法 他就在滿明山買回單位 搬去滿明山住 因為兒子小一點只有五六歲 把深灣9號租給人 每天就是車的接送 如果家庭客來說我們看他最主要都只會選學校區域 或者哪間學校收了他 傳統的名校區一定會更加受惠 我們看以前很多客人喜歡配售 現在很多人是很想買黃竹坑站的 為什麼買這兩個地區呢 很簡單 附近有四五間國際學校 所以他們會考慮才是學校為主 普遍性來說內地人一般都是喜歡選擇 較新的大型屋苑 一般他們都不是很考慮舊樓或單棟樓的 這方面可能跟中國近十多年治安才好 以前治安都是一般 衛生都是一般 他們對舊區其實某程度上有一個比較抗拒 所以我們看啟德區他們會更加喜歡 因為整個啟德所有東西都是新的 他們對內地人才來說 啟德、黃竹坑站他們會覺得更加喜歡 施先生你又怎樣看呢 對於新香港人哪一區他們會喜歡多些 或者你覺得如果他們真的喜歡某一個區 這些地區他們未來的樓價或前景 會不會因為這樣而有些影響 不同的人住不同的區 或者某一區供應多對樓價會不會造成壓力呢 我覺得是被傳媒誇張了 香港其實是相對密集的 信息又流通的 例如北國福建人住多 他找樓可能優先找 但如果北國那層樓的價錢貴很多 他寧願買一間便宜的 不會說因為那區多人住就一定去住那區 我自己看 即使有些區供應很多價錢會不會下來呢 會不會難消化呢 消不消化是整個香港的情況 不是一個區的情況 例如馬鞍山 馬鞍山的樓不是賣給馬鞍山的鐵礦工人 現在都沒有鐵礦工人 馬鞍山的樓是賣給全香港不同地區的人 不會只靠馬鞍山的人去賣 等於張君澳 現在有多少人住呢 張君澳以前有多少本地人 所以它區域性的因素 不是那麼大 區域性有優點 譬如啟達優點是新城 設備好但可能交通就不算太好 這些因素影響人買樓是通常性 放在甚麼位都對的因素 在每一個區都會起作用 地區上的選擇當然有 但是就不是真的會 即是你說同聲同氣 那個不是一個很大的考慮 實際上住在高層大廈 同甚麼聲氣 最多在電梯點頭 有些是去到電梯都不抽不彩 那有甚麼聲氣 你連黃山還是李山都未搞清楚 你猜同聲同氣會照顧你嗎 所以沒有這種考慮 好 今天就多謝兩位的分享 令到我們對於接下來樓市的前景 都有一個深入的了解 我們下次的樓市事件再見